最近在北美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分享了一则比较有代表性的真实案例 给一些身份情况特殊的华人同胞们 敲响了一个警钟 多伦多一位华人网友J格 在小红书分享了自己真实的回国经历 在疫情笼罩全球的大环境下 他在回国期间经历了签证过期 被罚1.2万人民币 户口被注销 身份证被减缴 甚至还差点被遣返等一系列梦幻般的经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J格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悉J格在多伦多生活15年 已经入了加拿大籍 J格回忆到 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每次从加拿大回国 都有10年签证很方便 买张票直接就回来了 也没听说过要去派出所报备之类的 也没有人联系过我 一般在国内逗留一两个月也就撤退了 但是这次由于家里情况特殊 加上疫情 他要长期待在国内 一开始 J格听说中国签证六个月到期之后 还能自动续几个月啥的 等到想起来去续签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坏事 签证已经逾期了 此刻他立即主动联系 管理出入境的相关办事人员 诚实地交代了问题 承认了错误 结果发现 签证逾期一天要罚款500人民币 直至1万元封顶 另外 没有按时到所在地派出所进行住宿登记 还要再罚款2000人民币 就这样 这位加拿大J格一共被罚了1.2万人民币 除此之外 还经历了一波问询调查 他说 被出入境管理处的警察 带到小黑屋里谈话约一个小时 并拍照如视频 不过万幸的是 警察告诉他 这次是初犯 就不遣送他直接回加拿大了 但如果下次再被请到这里 恐怕估计就离遣返不远了 希望不要再见 事情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以为就结束了 其实不然 J格继续分享说 在交了罚款之后 必须凭借罚款单和户口注销凭证 才可以带着护照去出入境办理延期申请 或者长期拘留许可 最终为了申请团聚拘留 J格又提供了父母或者夫妻的身份证件 户口本付印件关系证明 贴表填照片再交大几百块钱 同时又等了七个工作日 才算把这事彻底了结 咱们做个小总结 这位加拿大J格走了这一遭 最终是被罚了1.2万 同时户口被注销 身份证强行作废 可谓是损失惨重 但很多围观者对他的遭遇 并不表示同情 最大的原因就出在了双国籍这件事上 有网友表示 J格之前不去派出所报备 可能是故意不想注销户籍 另有网友直接挑明 认为J格这就是在分享 他想偷偷保留双国籍的事 因为中国法律上规定 中国政府并不承认双中国籍 所以网中了说 如果强行保留双国籍 可能就直接触犯了法律 当然也有网友留言好心提醒 任何外国人到中国 住在个人家里都要去派出所报备 同时如果要住酒店 也要提前问好是否可以接受外宾入住 其实J格这件事并非典型案例 因为一场疫情 可以说是让很多持有双国籍的华人同胞们 无所遁形 比如在今年一月份 又是一位生活在北美的华人陈某 两年前因国内疫情爆发 连夜离开国内返回加拿大 没想到回到加拿大后不久 中国便开始实施封关 一直无法购买赴华返回的机票 随后中国大使馆改变复华的签证政策 比如绿码国籍等详细问询信息 导致很多人隐藏了双国籍一事 接二连三的楼出马脚 据当事人表示 疫情爆发后离开国内 已经将近两年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了 他原本拥有加拿大和中国两本护照 虽然中国不支持双国籍 但是多年来 他一直用中国籍在国内经商工作 因为方便 直到去年上半年 中国逐渐开放国际航班入境 但必须提交本地居留证明和病毒检测证明 他称 身边有朋友提交当地驾照 或健康卡作为在加拿大的居住证明 申请到回国的绿码 并顺利回国 不过当他申请时 只因一个疏忽 就被中国大使馆发现了双重国籍的事实 据他说 2021年6月 当他准备预定复华机票 按要求上传检测报告及驾照时 一时大意 传了加拿大公民才能持有的 加强版驾照 EDL 结果中国领事馆在当日便发现 他持有中加双国籍 并直接拒绝发出滤满 由此可见 以上两位华人的遭遇 无不都因为他们保有侥幸心理 保留了双国籍 要说这个双国籍 为何有这么大的诱惑力 让人挺人走险呢 小编觉得 除了进出往返方面之外 恐怕还有能同时享受 中国和外国两国福利政策 同时吃着两国社保的利益驱使吧 但所谓占便宜总有到头的时候 恐怕这场疫情 基本就让双国籍这种做法彻底告终了 同时如果真的还有持双国籍要回国的朋友 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很有可能在某个环节就会出现问题啊 Lexus邀您共赏 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